這台相機有內建縮時攝影功能 這台相機裡面有內建縮時攝影功能 所以這感覺拍縮時攝影是還不錯的機器 因為你還可以接著USB Type-C就供電 這樣子就長時間拍攝也不會怕裡面的電池沒電 這台相機裡面很...這台相機裡面有... 這台相機裡面有內建縮時... 這台相機內建有縮時攝影功能 就是拍攝一張一張六千萬像素的照片 那我覺得拍縮時攝影用這台相機真的是還蠻適合的 因為它還有USB Type-C可以供電 你就可以長時間拍攝啦 不怕裡面電池用完 然後又要換電池幹嘛就會不方便 直接接著電長時間拍攝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下...那下一個功能就是這個... 像素位移高... 那下一個功能就是這個像素位移高解析照片的功能 它就是有內建防手症嘛 但是你如果... 感光元件動一動 然後連拍幾張 你就可以組合成一張超級無敵巨無霸的照片 你的... 我們先來試試看 連拍四張了 我們先來拍拍看 連拍四張會長怎麼樣 我們先來拍照片 對,再拍兩張再次... 我們先來拍拍 Drew 我們些時候在拍拍音 看一下... Florian... 我們先拍的照片 我們先拍照片 看看... 我們先拍照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像素位移功能如果拍起来 像素位移功能拍完了 你是没有办法及时预览的 他就是直接帮你拍四张照片 而且是电子快门 没有办法调成机械快门 这也要注意一下 反正就是拍完 你没有办法马上看 你要回到电脑 自己到软体用完 你才知道到底长怎么样 那我们也拍一个 那我们也拍一个16张照片的 那我们也拍一个16张照片的 像素位移功能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长怎么样 所以现在我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会长怎么样 我们待会回电脑再跟他的分享 我们待会儿再放下来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